走的吧 克罗斯·戈麦斯吹响了两支球队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 TV第一体育的球迷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本场比赛是面临直播的15-16赛季 西班牙足球贾基连赛第11轮 巴塞罗纳坐阵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 这股气眼应该瞬间崩塌 看看这个球后点有机会打本 捞射呀 什么力量刚才没有唱过好 这一辆传球的那把二百九倍给的非常好 很可惜这一下头球就没有顶正 72 看看这个是机会打本球终于攻破了比利亚雷亚尔的球门 比赛进入到了将近60分钟 又是内马尔 这个进球太重要了 也是钱水鼎自己出球的失误 不是个词的直塞 直接一个直塞就到了内马尔的脚下 不是个词抢断之后的第一时间的塞球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个球好像是到了内马尔的脚下 真的是不可能被浪费掉 这个出球太过仓促了 如果处理的再好一点 对于布鲁诺来讲 完全可以避免自己球队的丢球 哪怕你开一个大脚 这一下子进攻 中路三名队员防守有点收缩 这个球 猜判吹了点球 还是指向了点球点 穆尼尔帮助自己的球队 创造了点球的机会 这个球聪明的就在于 先捅了一下皮球 要过掉豪梅克斯塔 我们再来看这一下 处理的相当聪明 太聪明了 先停了一下球 他今天这表现也配得上 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奖励 能够创造点球也意味着一支球队的能力 而且绝大部分的点球 算得上是绝对的得分机会 边才认为没有问题 平球听得非常好 挑球过人 直接射门 太漂亮了 精良的进球 太漂亮了 比赖略刚刚浪费了一个进去队的机会 巴萨就用这个三传两地 就把球打到前场 神来之笔 神迹的表现 这一下 助理台湾没有举及 助理台湾认为是个平行钢 平球 挑球 直接抽射 自己还有一个转身 一切一切合成 组合拳 你可以说他这个是在向贝利致敬 这场比赛哪怕 等待了85分钟 只有一个进球 进球是像内玛尔 给我们呈现的这样一力 都是值得 对 当局的主打伴 赫迈斯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巴塞罗纳的这场较量当中 内玛尔的这一下表现 算是完美收官 3比0 终于零峰对手 在主场 拿到了宝贵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